酥脆的海苔肉松 柔软的蛋糕体 清爽爆浆 搭配可以拉丝的麻薯 金沙咸蛋黄酱 以及盐烧乳酪口味的 过程超 首先我们开始制作蛋糕坯的部分 将蛋黄 牛奶 玉米油 搅拌均匀 充分地进行滴化 直到完全看不到油花的时候 将我们的低筋粉 过筛之后加入进去 过筛面粉主要起到的作用是 打开面粉的结块 去除掉面粉当中的杂质 将它们充分地混合均匀 搅拌到顺滑无颗粒的状态 接下来开始打发蛋白 分三次加入我们的砂糖 鱼按泡的时候 小气泡的时候 变白的时候 最后打发呈现一个直立的小尖角 将它们混合均匀 面糊倒进去的时候 我选择的是用抽子来进行混拌 这样的操作手法 我觉得会更加快速一些 同时不那么容易消泡 最后混合好的面糊 也是顺滑无颗粒无气泡的一个状态 我们将它放入烤箱 进行烘烤 这里用到的烤盘是28x28x3的 选取手里面有的母具进行刻模 没有母具的宝贝也不用担心 可以直接切成正方块或者长方形 制作好的蛋糕坯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拉丝麻薯馅 将屏幕上方所有的原材料 加入进去搅拌均匀 然后过筛 去除掉里面的大颗粒 封上保鲜膜 微波炉高火打一分半 取出来的时候 需要先检查里面 是否还存在大量的液体 如果还有的话 那就需要继续的进行蒸制 直到液体完全不存在 就证明我们的面糊已经完全成熟了 将它搓出手烫膜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金砂咸蛋黄馅 先将蛋黄烤熟 趁热给它过个筛 然后在里面加入黄油 上锅进行炒至 到黄油完全融化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开始制作 盐烧乳酪酱 将屏幕上方所有的原材料 放入碗中 隔水加热或者是微波加热都可以 加热到芝芝片 完全融化的时候 给它拿出来 降至手温 就是手摸上去不烫的时候 然后我们将它涂抹在我们的蛋糕片上 放入烤箱 开始烘烤 烘烤到表面上色即可 这个时候表面可以撒一点装饰 比如说放一点杏仁片 或者其他的坚果芝麻都是可以的 最后就开始组装了 因为我不太喜欢蛋黄酱的味道 所以我用到了奶油来对它进行替换 如果可以接受得了蛋黄酱味道的宝贝 可以把这个地方的蛋黄油 换成等量的蛋黄酱就可以了 边缘挤上一圈蛋黄油 中间放入我们的馅料 然后将我们的蛋糕皮盖起来 粘合好 在表面涂抹上蛋黄油 起到粘合的作用 最后裹上我们的海苔脆肉松 肉松小辈子制作完成了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了